台湾队2月在课场击败日本,抢下关键首胜。 去自Fiber官网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世界杯南篮亚洲区资格赛已经落幕,台湾南篮无缘晋级,而国际篮球总会Fiber近日选出亚洲区五大精彩战役,台湾做客横滨击败日本的经典一役也有入选。 台湾队在2月到课场横滨挑战日本队,无惧满场球迷的呐喊,以70比69险胜,收下资格赛首胜。 首读打国家队异军的空伟陈颖俊,攻下15分,9篮板,加上先发骑兵狐龙贸易助15分,新台湾人Q戴维斯更较出12分。 11篮板,6主攻的全能表现,堪称是该以制胜功臣,也燃起晋级希望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不过台湾南篮在6月主场面对日本,以68比108惨败,写下队史对日输最惨一役,以一胜五副排在B组电地。 无缘一份组第三进席下一轮,FIDA上周也公布最新南篮世界排名,台湾队排名从55名跌至57名,下滑两名,在亚洲仍维持在第10名,FIDA精选亚洲区资格赛五大战役。 1.225,菲律宾89比84,日本2.629,日本79比78,澳洲3.629,黎巴嫩77比76,约旦4.222,台湾70比69,日本5.1124,2017,伊拉克74比66,伊朗。